來 部長 李委員早安 部長 早 謝謝 部長 在最近的報紙一翻開來 就是看到殺長輩 或者情殺 甚至於北捷的隨機殺人 這種事情在我們台灣來發生 我們台灣是最有人情味的 所以我們看到是我們教育怎麼了 是不是 心情很沉重啦 真的是很沉重 是不是我們都關注到 用成績來論成敗 所以我們沒有去 有適當的時機 及時的去阻止這些悲劇 所以我想問一下 這個教育方面 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那部長 你回到家裡的時候 你有花多少時間 跟你的孩子來交談嗎 我每一天只要這一個回去 如果他還沒睡覺 我一定會跟他談一談 就是說至少談幾句話 了解一下他在學校學習的情況 然後至少每天Hug一兩次 我相信這個大概都一定做到的 那睡前如果他還沒睡 我也會問問他說 明天的上課會是怎麼樣 他有沒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想這個是我 因為我的小孩比較小 所以說我想還是有持續 所有就從小開始 如果小孩子在小的時候 我們就能關心 適時的關心 了解他心理的狀況 或他的壓力 這樣子適時的給他一種紓解 或者是勸導 引導 我相信鼓勵這一個家長 一定可以減少這些悲劇發生的 要互相溝通 要交心 要Hug 這個大家好像都沒有這個習慣 可是我跟我那個小小孩 是一定都會 所以品格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只關心到 學術在學成績 完全這品格教育沒有去關心 那現在我們12年國教 我們的理念就是要適性養財 適性養財 適性入學的考量 而且多元的進入去因財施教 讓每個孩子隨著自己的性向去發展 可是 我們的理念是這樣子 12年國教教改的目標也是這樣子 可是部長 多少家長 可以在資格方面放手 讓孩子依自己的性向興趣 去決定他的未來 決定他的要讀什麼學校嗎 這個其實應該要這樣做 就是要老師 學生 家長 三者之間 應該要持續的溝通 老師應該做出好的建議 讓家長也可以做一些參考 那我也希望家長其實放一點 就是說不要把這個小孩 呵護得太過了 好像什麼的想法 都是完全要照自己的意志去做 那這個其實是不利的 老師其實對於 世心養財的概念是比較清楚的 所以老師 學生 家長 積極的溝通 而且我們12年國教的推動 三年都會有生涯 都有他的一些輔導手冊 這些記錄 所以說這個不是一天做到的 而是說一段時間的努力 而且我也希望看到 就是說家長對於學生的成績 就成績當然不是不重要 可是不要真的是 只把Focus放在成績 那這是並不理想的 所以12年國教我們在加盤進來 未來我們每一個小孩 讓他都可以展現 培養他的興趣很關鍵 這就是我們12年國教 在加把勁 在時間上趕快的趕上 我們在國中端 特別跟委員報告 國中端活化教學 慢慢就是讓大家可以通過合作學習 通過各個面向來做努力 讓他的長處可以看得到 不要大家只顯現 只看到在成績的這個長處上面 他有其他的能力的展現 讓他可以感受到 讓他會更有自信 在高中這一段我也一直講 可能都講了不知道一百遍了 優職高中職也還是在努力 那這幾件事情都在做的情況下 12年國教入學制度的這個調整 慢慢就會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的時候 12年國教才有機會 真正往前賣進了 部長 今天是要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12年國教教改在這個地方 我們家長的認同是最重要的 所以學校教育跟家庭教育 要相輔相成 我們怎麼樣在親職的 在親職親師的這方面 我們可以來輔導 趕快的讓家長能夠 讓孩子能夠適性的 去求自己的性向發展 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把孩子的壓力減低 所以我們這次在談的 我們的輔導法裡面 特別希望說有專業的人員 去關心我們的輔導 所以我們希望說 不要讓孩子在升學的壓力 你看孩子在學校上課 上完課進就補習班 進了補習班回到家裡 溫習功課 要跟家長談天的時間 可以說是幾乎沒有 所以我們在這次會考 我們看到 會考之後 大家家長擔心的是什麼 你急劇的公佈 紛紛要計較 不是家長願意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這個落點不清楚 填爆自願的時候 高分低就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這一點 教育部還是要有一個規範 配套出來 其實可以把學校看成一些群組 就是說不要每一所學校 我常講 一排到二十大家都排的一樣 那這樣子其實也絕對沒有別的方法 那要不就抽錢 要不就考試 那我們已經想脫離 完全用考試來做決定的情況下 其實資訊要提供適當的資訊 讓他可以做決定 導師可以輔導這個學生說 也許你大概在這個range裡面 從他的興趣跟能力各方面 終整以後做出決定 那這也是我們這一次就是說 讓家長基本安心 十二年國教那種 不要用 只用考試來看待這件事情的 基本精神 世信入學的 世信陽才的概念要在 所以我們做出最後 這樣子成績的公佈的一個方式了 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思考情況下 未來我會願意看到就是說 這個會考戰的比重越來越少 可能就是說 大家用一個就進入學能力 興趣性向 終整的決定 導師在這方面是可以做得到的 家長某種程度要放一點 讓老師來協助學生的時候 可以有比較多的彈性 絕對不要有未來高分低就 有政策 需要我們有人去執行 這執行面非常的重要 我們也跟導師 所有的導師非常關鍵 要好好的去檢討 尤其是我們這個輔導法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孩子 現在都是在網路世界裡面 看北傑這個政節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有什麼方法 你的三級劇 新舊三級劇 早有方法在輔導的機制 但是 執行的人 沒有辦法去執行 為什麼 就像本席在提過了 憑政國中 學生霸臉世界 學校是怎麼處理的 小朋友是吸鬧而已 用這種忽略輕視的態度 所以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我是覺得說 既然小孩子都沉迷在網路世界 我們就用網路來教導 可以用APP的方式 就像我們的APP 成立心理諮詢 就像張老師一樣 用心理諮詢 我們小朋友 有什麼心理障礙 要去諮詢的時候 點進去的時候 把個資放進去 一門一砍一砍的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進去 讓孩子了解 這種情況 心理因素之後 在由我們這個APP的 專人管理之後 送到像社工啊 或者是社福人員 或者是學校 或相關醫療單位等等 有做一個通報 這樣子的方式 我是覺得可行的 所以我希望說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希望教育部去評估 這個做法可不可行 還有找出一個 可以做的方法 給本席一個報告 還有最重要 今天 我們可以把我們過去做的 宣導的作為 看看有沒有辦法 進一步強化 評估一下 幫我們做一個書面報告 還有再來我們要談的 就是我們幼教的 那個幼教的照顧法 18條 對 這18條裡面的第四項 就是大班 教保人員不能教 一定要教師 幼教師可以教 所以大家在談論 這個問題的時候 部長 我相信你也收到 正反面的資料 不管是幼教師的 或者是教保人員的資料 他們的就是權利 工作的權利 當然這工作權利 還有包括我們的幼稚園 學生的受教權 當然家長會要求說 我要有正牌的教師 保障我孩子的 受教的 優質的教師 但是我們看到 因為是我們 又多整合兩年的時間 這兩年的時間 我們必須要緩衝期 去讓這些 本身有資格的 教保人員 可以繼續教大班 那我們也很高興說 在上個禮拜 我們三讀通過了 我們私培法的24條 可是私培法裡面 24條裡面有說 就是六年內 之後的六年內 我們會做個教師 憑藉 考到教師證 之後的話 要實習 可以 要實習 要學習的課程 要有這個教師 學習的課程 但是這些老師 在之前就取得 教保人員 就已經在教大班了 他們為什麼 沒有這個教師的資格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說是高中 上幼教課程 幼保的 高中的是 教保人員 如果說是大學的 他已經有私資資格了 我們就不用再有學習 直接也免學習 又在這個七年內 在這個幼兒園裡面 有這個教學經驗 有三年以上的 我們就直接 免學習課程 免實習 直接給這個教保員 取得教師證 當然經過評鑑跟考試 這種做法的話 可以這樣緩衝 這個我們又多整合的 這個過程的 教保員 給他們一個保障 這個做法 部長認為可行嗎 其實委員大概 可能沒有聽到 我剛剛跟前面的委員 稍微有做一些處理 原則上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的思考是這樣 當然現在從 原來到2015年的緩衝期 我們會考量 看看是不是延長 先延長三年 讓這一個 它確實就是可以教課 可以在裡面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現在 就是考到教師證之後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跟教師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只要就是現在的 這個緩衝期可以延伸 它就是可以 延伸到105年 105年之後 先到108 先延伸到108 08年 先優先 三年的緩衝 這樣子針對在我們 幼托整合之前 就已經是教保員的 這些同仁 我們會願意是這樣做 他如果已經有 七年工作經驗 就是說不用實習 就有了 同時在這段時間裡面 他去上課 或者他的課程滿足的那個條件 如果去專班 或怎麼樣到達 這兩件條件都到的時候 他可以去檢定 他檢定通過 那就變成可以變成 幼教師 沒有通過 我們也用一個準用的方式 背後當然還是有一個思考 幼教師有不足 如果幼教師都足夠 我們當然就不要 可是基本上的思考 就是說 幼教師不足的情況下 準用的這個概念 實際上是可以 只要有一點 剛才您剛剛的意思 就是他課程夠了 他的實習也夠 實習就是用工作經驗來抵 就是這樣 這個是針對 我們希望幼教師跟教保人員 不要產生對立 不會 不要互相的排擠 他們在這個幼教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主席再給我30秒 部長 我還是要提一下 就是我們的 五歲小朋友的 教育補助 這個一萬五千塊 這一萬五千塊 我們是補助給家長的 所以你跟幼兒園的評鑑 你不能綁在一起 我們是補助給家長 這個錢是家長的錢 你怎麼可以 自己不去評鑑管理這個幼稚園 反而用家長去淘汰這個幼兒園呢 所以這個不可以的 一定要脫鉤 沒有淘汰的意思啦 那你用家長的力量啊 因為這補助款是給家長的 不是給幼兒園的 你要管理 你如果是補助幼兒園的錢 你直接用評鑑去賞罰 OK 但是 我們補助錢 是不是教育補助費 是給家長的 你利用家長 用這個市場機制 去淘汰幼兒園嘛 我們當然希望 其實給了家長 家長用這個經費 去一個合格的嘛 通過評鑑的 因為事實上 沒有通過評鑑的 也只有20幾所 真的是很少啦 那這一塊 我剛剛才有20幾所 我剛剛才有資料進來 給我說 在這個雲林的 有27所未通過 雲林剛才給我的資料 所以我們要再對照一下 是說全部都通過了 對 那160幾所 你要查清楚 因為訊息進來就說 對 對不對 今天因為黃委員也是說 是有 也是這樣講 所以說他沒有講幾所啦 可是顯然這個資訊 大概都有提供 我想我們會進一步的 全面了解以後 來做進一步的處理 不過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是 是我們評鑑 跟這個掛鉤的事情 大家還是有一定有一定的意見 我們可以做一些討論 我的在意的是說 我們學費補助了這個學生 希望他去的是一個 通過評鑑的學校啦 這個是還是一個 希望這樣做 而且99.6%都通過了 班學辦得好的學校 是 幼兒園啦 家長的眼睛是血銳的 是 他們看得很清楚 家長會去選擇 是 你只要把這個 這個教育補助款給他 他會選擇更好的學校 甚至雙語教學 美語學校 他都會去選啦 所以這個 就交給家長吧 可是你不能 用家長的補助款 來綁架子幼兒園啦 希望達到他的基本條件 是不是 這一部分 兩面的意見都有啦 你們有評鑑的制度 你們是有法去管理幼兒園 就去管理 不能用這個 反方向的讓家長 去淘汰這個幼兒園 各位委員 特別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也擔心 現在是99.6幾%是通過 如果我們把這個脫鉤的事情 就決定了以後 說不定以後那個比例 又往下降 那會造成另外不必要的衝擊 不過 好多位委員 今天對這件事情 都充分的表達了意見以後 我想我也會更深刻的 再做一些考量 全面的再做一個思考以後 再做一個進一步的決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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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質詢 謝謝